迷你投影機都說了一段時間 但這部最近最多人說 到底它好沒有用呢 我們馬上試試 按照這部機的原生 首先有一年的保養 也有些很基本的配件 全部都齊齊了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 電話螢幕輸出時打機,畫面也很順暢 不需要只用電話螢幕輸出播放影片 投影機內已經內置了幾個常用的播放軟件 其實這部Projector我覺得最好的位置 就是它本身已經內置了YouTube和Netflix 如果還有一些App平時用開的 想登上還可以去Play Store和App Center 做下載就可以了 機頂還可以控制聲音大小 還可以連接藍牙喇叭 機內有內置電池,充滿後可以連續使用大約一小時 戶外用的話可以用外置流動充電器供電 剛才試完之後覺得真的挺容易用的 因為我平時不觸碰電子儀器 跟回它的說明書都很簡單可以做到 另外最欣賞的一點就是把所有的按鈕 基本上就在Projector上面已經可以看到了 還可以touch screen去用 所以基本用手指已經可以粗略到大部分的東西了 雖然機頂可以輕觸式控制 原盒包裝也提供這個遙控器 但輸入文字的時候也有點不方便 建議大家可以買一個有keyboard的遙控器 可以輸入這個文字之外 減算的時候也不限制於這個方向 至於它的畫面效果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剛才都試過了 在一個黑暗的環境裡面 我們拉到最長的就是兩米 兩米其實出來的效果都ok的 但如果要它最清晰最鮮明的效果 其實我們見過就是1.5米 其實它還有一個功能我覺得很好 就是這個梯形自動校正功能 所以就很適合一些 可能大家想住在倭居裡面 一個狹窄的居住空間 甚至在房間裡看 其實都很好適合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不一定要 始終放那部Projector 才有一個視線正正的畫面 對比起一些可能在辦公室用 或開會一些入門的Projector 其實都差不多 可能3000元就已經有交易 對比上來 這部真的會有點貴 但就要看你的用途是什麼 如果真的打算帶出街 戶外用多的話 我覺得這部當然是值 因為它細部又方便用 但如果你打算在家裡用 真是給我一個迷你影院的話 我覺得這個價錢 其實你還有其他選擇